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欧洲是比较稳 德国一度涨了100多点 收盘涨50点 可是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表现上就没有那么的强 昨天到时候一开盘就往下杀 最多跌了100多点 大概120点 尾盘稍微拉上来 跌77点 其实跌77点不多 77点只有0.4%而已 如果说以台北股市的0.4%的话 那么大概加权指数是三十几点而已 大概三十几点 所以其实不多 昨天H&P跌0.3% 费成半导体涨0.55%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国际股市的部分 其实速度有慢下来了 你看道琼这个速度慢下来了 欧洲的部分也是一样 全球股市的步伐 因为经过大涨之后 脚步都有慢下来的味道 那欧洲是慢慢往上推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跌比较多 235点 这波日本也涨不少 那其他亚洲股市的部分 香港刚开盘在平盘 大陆就比较强 大陆今天一开盘就已经涨了0.7%了 是不是又要再发动一次攻势 这我们当然也是期待 有这样的机会 你看今天一开盘之后 大陆就急了 不开始急了 那大陆到目前为止 最近开始速度慢下来 指标缓和 有那种用平台整理 把指标压低 再攻击那个味道 如果能够攻出去的话 当然小师啊 我们会员目前手中在互生二叉部分 压的蛮多的 如果大盘能够攻得出去的话 大陆股市能攻得出去的话 那么对互生二叉这个带动 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大陆股市很少说 一开盘就有这样的表现 今天一开盘就涨得快一趴 有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天大陆股市能不能攻出去 这很重要 关系到整个台北股市 会不会再度被它给燃烧起来 好台北股市建议开盘之后 就先跌 好就先跌 反正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落势 慢慢的回来了 可是量没有量 700多亿的量 在选股上你要很小心 因为越是没量 整个行情选股上难度会越高 越钱越多 就会能够让越多的股票 同时一起动 那如果钱少的话 那反而能够分配到的家属 自然变少 所以没量的情况下 你的金股仅仅仅比较税 那尤其目前整个市场 包含全球股市都在 超级财报的范围里面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会由财报来做决定 你看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昨天美国是跌的 昨天美国下跌的行情里面 油价昨天单也是跌 昨天油价跌了2.7% 油价这一次整个市场看法 应该40美元会跌破 这我在节目里面 已经跟大家提醒过很多次 那昨天已经来到43块钱了 油价下跌 石油股昨天当然所当其冲 昨天石油股全部都跌 2%到3%的幅度 所以道琼昨天的跌 主要是因为石油股的关系 反而科技股的部分 都是各自表现 昨天最强是超纬 AMD的超纬 昨天大涨了14.7% 那果然是财报的效应 所以AMD大涨14.7% 美光昨天涨了6% Tesla昨天涨3% 这是昨天美国股票 比较突出的三家公司 反而苹果是跌了1.34% 那苹果跌1.34% 是不是也在预告 今天晚上苹果的财报 这个当然我不知道啦 因为要等数据发布完之后 才会知道 只是在财报发布前夕 昨天苹果已经先提前蹲了下来 跌了1.34%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今天可想而知 平概股应该是没得很强 因为平概股一定都是跟 苹果的脚步同时在变动的 你看可曾目前跌了2.4% 跌了2.4% 那其他平概股 其实目前都还在平盘 并没有太差的一个表现 今天晚上 苹果的表现 当然是最重要的 给你隐瞒苹果的表现 当然是最重要的 好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也是一样 现阶段在无量的情况下 尤其财报陆陆续续会发布 一切回归基本面 一切回归基本面 低价股在拉台 你千万不要去乱追 那是很危险的 因为后面发布出来的财报 一定没有好数字 所以你不要去低价股去买买堆 尤其投机的股票 有时候眼光看远一点 我们在股票市场 不是为了不是争一死 我们是要拼一试的 那既然是要拼一试 稳扎稳打的步伐是很重要 所以基本面的考量 还是林雷彦要提醒你的地方 一切以财报为依规 你看我选股的方式 都是以稳为出发点 专找高获利高成长低分一笔底部的股票 我用这种方式挑的标的 安全度都够 而且航行车跑起来 四成五成都不在话下 但涨高之后你要会 你会想不可以 你看新复发已经五十五%了 除安全再加码还是继续涨 先二五四二的新复发 还是又继续涨 四十九年九了 四十九五到 你看我们从 三十五块钱买进 到五十四块参加除权 除完全四七再加码又上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会填权 这个会填权 因为外资也持续在加码当中 包含润泰权也是底部的股票 润泰权也是底部的股票 大家都知道 南部尾权细在细口 涨到五十一点四 最近在横盘可是很稳 二九一五的润泰权 最近在横盘可是很稳 在水席指标已经压低了 随时五一点五一破 马上会再穿跌 所以你有底部的 有跟着买的 持股抱着不用怕 那今天盘域上比较强的像 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的 奥运概念股 奥运概念股 你看今天九九玉林的丰泰 今天除权 除权签已经拉伸一段了 那在贡我们推荐的时候是这一天 推荐完之后标 今天除完权再大涨 会不会填权 我想机会是蛮大的 对另外1476的卢宏 今天卢宏也涨一块钱 卢宏正式除权 在这里除权 除完权之后 马上填权 马上填权 以除完权之后 这个幅度已经涨了30%了 奥运提30%了 还没有除权的巨洋 一式机械的巨洋 今天涨了三块钱 给大家提30% 所以说题材很重要 尤其奥运概念股这个题材 这个股价都是经过腰斩 到低档区取了 所以安全度都很够 加上八月份的奥运 加上八月份的奥运 其实像中股票 只怕不压回压回都是满 这个底部开始在放量了 目前在修正指标的阶段 这轮的语言都是没电的 那我比较看好是9904的宝城 宝城今天是在平盘附近 今天是在平盘附近 昨天外资又加码了500多张 你看这个七个月的大底 1234567 七个月大底 已经即将完成了 最近在修正指标 你等下指标是用完之后 45号站起来就冲了 就冲了 所以选顾很重要 好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 强棒初级的部分 我们今天来谈滑红 8240的滑红 8240的滑红 滑红昨天是直接开涨停板 直接开涨停板 今天再涨 今天再涨 今天目前涨了3.5% 涨了0.7元 目前价格在20.6 那为什么昨天涨了一天之后 这种股票我会跟大家推荐 那滑红会做什么的 滑红本身来说 它是面板 里面的光学模 他做的是面板里面的光学模 那 以现阶段 他产品本身的利润 其实是不高了 就是因为不高 所以价格 你看毛利已经被压缩到 剩下大概8% 9% 因为面板价格 一直被压低的同时 所以里面的零件本身压力也很大 所以毛利剩下8% 9% 所以滑红连续最近这两年的业绩 几乎都是持平的 都是没什么顺利的 像去年104年 EPS 0.01 今年第一期还负的0.47 所以可见的产品 并没有太好的一个利润 可是 昨天为什么开涨停 因为昨天滑红跟英国的一家 跟英国的一家材料公司 这个英文名字也不好念 跟英国一家五格量子奈米材料公司进行合作 那进行合作本身来讲 它是要生产五格量子点薄膜 这个东西是用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是用在面板里面的一个零件的薄膜 它能够让面板 因为面板现在已经 已经显示器目前已经越往高端发展 走那种 比如说4K 甚至现在已经研发到8K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大概4K 5K 大概4K 5K 那目前已经在研发8K 那这种东西 无可量子薄膜 它能够让整个色彩的饱和度来得更高 来得更高 所以对于下个世代 高亮度的 高亮度的一芯显示器 能够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这个消息昨天出来之后 昨天滑红直接开涨停 那我会跟大家谈这家公司 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你看这家公司 每股账面净值 一股高达46块钱 一股高达46块钱 今天股价只有20块而已 如果第四季开始生产之后 能够为公司带来一个突破性的发展的话 我想这家公司未来是很有看头的 反正最坏就是那个样子 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最坏的情况已经从300块跌到剩下20块而已 国外也没空白也对打去 那账面一股能够有48块钱 如果跟英国的厂商合作之后 能够为公司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脚步 我想这家公司未来将是一个 有机会真的出现转机的公司 目前股价很低 两天量已经放出来了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谈这档转机股 华虹8240 提供给大家在短线上操作 能够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 参考选顾的标的 先跟大家评计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